马斗福音第三章 那时,习者若翰出现在犹太旷野宣讲,说 你们悔改吧,因为天国临近了 这人便是那借伊萨伊亚先知所预言的 在旷野里有呼号者的声音 你们该当预备上主的道路 修执他的途径 这若翰穿着骆驼毛做的衣服 腰间竖着皮带 他的食物是蝗虫和野蜜 那时,耶路撒冷、全犹太 以及全约旦河一带的人 都出来到他那里去 承认自己的罪过 并在约旦河里受他的血 他见到许多法利塞人和撒度塞人 来受他的血 就对他们说 毒蛇的种类 谁只叫你们逃避那即将来临的愤怒 那么就结于悔改相衬的果实吧 你们自己不要思念说 我们有亚巴郎为父 我给你们说 天主能从这些石头给亚巴郎兴起子孙来 斧子已放在树根上了 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必被砍到投入火中 我固然用水洗你们 为使你们悔改 但在我以后要来的那一位 比我更强 我连提他的血也不配 他要以圣神及火洗你们 他的波及已在他手中 他要扬尽自己的河场 将他的卖力收入舱内 至于康比却要用不灭的火焚烧 那时耶稣由加里雷亚 来到约旦河若汉那里 未受他的洗 但若汉想要阻止他 说 我本来需要受你的洗 而你却来救我吗 耶稣回答他说 你暂且容许吧 因为我们应当这样 以完成权益 于是若汉就容许了他 耶稣受洗后 历史从水里上来 忽然天为他开了 他看见天主圣神 有如鸽子降下 来到他上面 又有声音由天上说 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我饿了 我饿了 我饿了